美国和部分西欧国家的官方立场 仍然是支持以色列铲除哈马斯 反对在加萨全面停火 但是随着现在平民死伤人数不断攀升 美国总统拜登面对庞大压力 在2号出席募款活动时 也回应了在场的一名犹太拉比的停火诉求 他罕见松口表示 希望加萨交战方暂时停火 首要的目标之一 就是要尽速解救人质 以色列攻打加萨 死伤攀升 要求拜登出面呼吁停火的呼声越来越高 拜登2号出席明尼苏达州 一场未公开的募款活动 遭台下犹太拉比打断 当场回应时 显然对目前加萨的惨况 说出了心里话 喊出人道暂时停火 为救出人质争取时间 白宫国安发言人科比澄清 美国籍西方盟友官方立场 仍然是支持以色列歼灭哈马斯 反对全面停火 但加萨危机已经让国际社会 对以色列一起停以阵营 观感不佳 美国国内无论是民主党内 或两党之间 裂痕都加深 世卫秘书长谭德塞表示 全面停火最理想 而人道暂时停火 是当下对交战方的最低要求 以色列各地再次出现 集体空床示威 两百多名人质家属 持续祈祷奇迹降临 掌励德编医 等一再见 二 二 谢谢大家